从目前情况看 疫情对当前经济特别是对消费的影响在加大 尤其是对交通运输 文化旅游 酒店餐饮 还有影视娱乐等服务消费 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目前我们正处于春运期间 各种交通方式旅客发送量都明显下降 电影票房旅游收入和餐饮收入同比也明显下滑 但同时网上购物 网上订餐 网上娱乐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十分活跃 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影响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 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那么不少人拿2003年非典疫情对当时经济的影响 来推算此次疫情的影响 但现阶段 我国的经济实力 物质基础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都是比当时那个时间明显增强的 我们完全有能力 有信心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我们也完全有能力 有信心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以上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 下集松 稳定 这是 感谢观看